随着比亚迪琴LDMI测试这个2000公里的续航成功了 1977公里 在各种不利的条件下 还测出了将近2000 标志着全球混动进入了新时代 你什么老款车 什么又雅阁又热闹的 都是个屁呀 可能别人不敢说这话 但是我就认为啥也不是 而且雅阁其实已经很能打了 跑了1200 那在日系车里边 如果那些日系车主说车能跑1200 那他就把大牛吹成田 但是在比亚迪面前 在第五代DM技术面前 真的不够看 听懂了吗 还有这次测续航的车 不是998 也不是1098 不是续航最长的那款 完了半路还下大雨 路线还走错了 然后压着听清楚 重点压着高速压着限速 就跑的 你不明白 跑了将近两千 懂不懂懂啥意思吗 所以说比亚迪是一点也不留情面的 坚决把盒子车摁在地上摸他 对了 那些人还找啥借口啊 崇洋迷外那些跪天狗啊 你们不出来说两句啊 来看看 人家来不出话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